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設一個撞球台 這個是那個台邊 起一邊 起一邊在L上面 已知0120 0120 在L直線上 如這個圖表示 那白球有A點 A點是-4E 打出去 碰撞台邊P點 這是P點 然後反彈 再折向撞擊B球 B球在這裡 B球的位置是1-2 那麼他會用下列敘述合者證券 我們看第一個選項 他說直線 L的斜率是2-1 就要求這一條直線 好那我們用2.4 就是Y -1 等於斜率 斜率是1 除以0-2的話是-2 然後呢 x-0 所以斜率是這個-2分之1沒有錯 那我們就曉得 Y的話等多少 -2分之1x 加1 斜率是-2分之1這個是對的 再我們看第二個選項 直線L的方程式 L方程式 他說Y等於2x-4 這是錯的 第二個選項是錯的 再我們看第三個選項 過B點 且垂直L的方程式 就是說 跟他垂直的方程式 因為這條斜率是1-2分之1 所以這個斜率的話 這個斜率 m'就等於2 因為他跟他相乘的話要等-1 所以這條直線呢 我就用點斜式 Y加2 等於2 x-多少呢 -1 那這一條直線呢 我們整理一下的話 就會等於多少呢 移過去嗎 22x-y 等於多少 -21過來 4 等於這個 所以第3個選項是對的 讓我們看第4個選項 第4個選項他說 B點關於L的對稱點 他的對稱點是多少 那這一條直線我已經求出來了 這一條直線是這個 那這一條直線呢 這一條直線是他 他 那我就把他帶進去嘛 我就可以求出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焦點 把他帶進去 帶進去的話就得到什麼呢 2x -2分之1x 加1 這等於4 那2加2分之1就是2分之5 2分之5x4 再負一嘛 運過去 變成5 所以一個坐標 等於多少呢 那坐標等於2 那外坐標等於多少 單元去2 所以是等於0 Y坐標等於0 所以呢 這兩條直線的焦點 L跟這條直線的焦點 就是20 剛好是這一點 那麼他的對稱點我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叫sy的話 那我們帶那個 終點坐標的公式 終點 2 等於2分之多少呢 x加1 也就是說 x等於多少呢 等於3 這4嘛 4-1是3 那y坐標是0嘛 0的話等於多少呢 2分之 y 加負二嘛 就-2 等於0 所以y的話就等於2 所以他的對稱點 是 32 所以呢 這個選項是對的 第四個選項是對的 再我們看第五個選項 第五個選項他說 該擺球由A 近P 然後到達B所行的距離是多少 那我們曉得說 他對稱點對稱過去以後 這個會成一條直線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會全等 就是說 你把這個東西把它對折 把這個對折過去 這會成一條直線 所以這個 AP AP AP加這個 PBR 這個等於這兩點之間的距離 根話不少 3減掉故事 就是7嘛 加2減1的話是1嘛 所以是根號50 所以是5根號2 所以這個選項也是對的 所以應該選 1、3、4、5 1、3、4、5、5、0、3、4、5、5、5、0、5、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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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